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 我很希望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 告诉你刘仔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是新建棉花 我们通过仿杀把它领成杀线 刘仔最特殊的就是它的颜色 一次 两次 三次 终于 它可以上支不及了 以下你看到的这种支布方法 叫做四片右斜 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 支布完成 我们送去后枕就可以开始缝纹了 这是刘仔的后代 一般的面料 做不出这样的重枕度吧 当然了 虫头的领扣 也是刘仔的一大特色 好的刘仔 甚至根本不需要洗水 床上台 因为这种衣服才能够 很方便 是 这里 来